老和尚说的好 天下无难死 只是怕心不转 三字经上告诉 教之道皈依转 那教学之道的道理 就是个转 转就能得一心 转就能得三美 转就能开悟 佛法教学的目的 就是大车大悟 铭心尽心 他不教人 祭奏 不需要 不需要记得很多 听得很多 不需要 他的一门深入 目的不是叫你把金本背书 不是这个意思 一门深入 叫你念头集中 想一样 不要想读 那么用一句佛号 是最高兴的 大乘佛法讲 一解是读 读解是意 一读 不二 这个一 不是转移 是任意 任何一法 你只要转移 就行了 转移 他就能得定 得定 他就能开悟 开会 什么都知道 那南大师告诉我 何其自信 本自居住 这可不能忘记 这说什么 华言经上 佛说过 可以拿他来解释 佛说的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 智慧 得 想 这自信 本来就是 这就把一切万法 全包括在里头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得能 无量的想好 是自信里头 本来就做的 大臣经上常说 心外无法 向外求的是知识 不是智慧 向外所求的 跟佛法毫不相干 佛法是求自信 自信里头 本来就做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只要是一 那就行 随便你用哪一个法门 你可不能用多 修两个法门 修三个法门 甚至许许许多多法门 都要去学 你不转 你势力太多了 你的心里不能集中 全变成知识 如果是义 义就会得定 定其作用 就是智慧 所以它这个教学的理念 我们要知道 教学的方法 要搞清楚 方法就是一门深入 没有两门 一门 一门即是多门 一门即是一切 要想到这个道理 为什么呢 一门同自信 见信之后 一切都得到了 没有一发不知道 那过去 现在 未来 慈戒 他方 没有一样 不同啊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佛 阿